我跟你讲 我这个其实 我戒烟的蛮多年 但是我戒烟失败过很多次 是 因为你要知道戒烟 有时候很麻烦的 我跟你讲 一上大号就想抽烟 然后吃了重口味 也想抽烟 加上朋友 这个一多 一吃一喝 一瓢 喝酒 大家这会给烟 然后有时候你不抽 人家说 你这个人 不合群 我跟你讲 我后来我抽烟 抽到我 废弃种多恐怖 对啊 那个快接近癌症了 然后医生就给我药 然后我还是偷抽 那医生就说 你这小子我给你解药 可是你还在吸毒 那没用的 然后我就开始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戒烟 有一次我戒烟戒了半年了 我觉得很棒 成功了 半年不抽烟了 我已经接近成功了 那有一天就像乃哥这种好朋友 我们就到那个酒吧 可以喝酒的 也可以抽烟喝酒的那种酒吧 就去过生日 好朋友 我们一开心 大家聊 几个老朋友 都四五十年交情了 然后喝又 一喝多了 这个桌上不是眼烟 还有槟榔 喝了差不多忙了 槟榔也拿起来吃了 都可以了 这个槟榔一吃了 烟也拿起来抽了 槟榔 睡醒了以后 第二天 我就觉得我的肺 那种痛苦 就好像回到我原来那个肺气肿的样子 而且呼吸都很困难 我才知道 我好不容易戒了半年了 因为我之下全部泡了 医师泡 全部完蛋了 我又第二天赶快去找医生 医生就把我骂一顿 然后又告诉我 真的不要再抽了 医生再给我药再给我看 然后你知道 那个之前去检查什么 进那个仪器里面去照 真痛苦 很痛苦的 后来这一次的经验让我知道 要戒烟我就把我家的烟灰 当什么都戒掉 戒掉 丢掉 丢掉 不但是把烟戒了 我连打麻将都戒了 因为你打麻将 大家都在那边抽啊 对不对 那你要找到几个不抽烟的 很难嘛 是 所以我连抽烟戒了 麻将也戒了 还好 这样省很多钱 恭喜恭喜 那亮哥成功多久了 大概将近15年了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